欢迎您收听 由懒人听书原创为您录制的有声小说 王牌计划 作者 玄土 本集播音 无天 魅影 第447集 方宁皱了这眉头 远远叫了一声 当老胡取出了一张塑料布 包着右手在脸盆大小的血肉模糊的伤处进行探索 不久以后 老胡这手指都捏住了什么细长的东西 用力的卡住 吃准力量之后 用力的将尸给拔了出来 蒙把战相立即发出了一声高亢至极的痛苦的嚎叫声 根据萎缩妇之后 我这口沫横飞的恶意的描述 那声音很似是屠夫杀猪的时候 将这刀子捅进猪的身体中所发出的叫声 以至于旁边的人的耳朵里 竟然发出了一种嗡嗡嗡的感觉 接着雪地就被粗大的象鼻子 发泄似的砸得是砰砰作响 鸡血横飞 虽然这蒙马战相的伤畜神经已经被毒性所麻痹了 所以这大家伙先前还感受不到那个青创割肉的任何痛楚 但是那个长长的尾部针刺一拔出来 仿佛是水壶被揭开了盖子 那强烈的痛楚竟然一下子又回到他的身上了 紫黑色的鲜血激喷了出来 老胡避开了头脸 却是被淋的满身上下都视 这兴处难当 蒙马战相的自身复原力十分强悍 将这毒血喷尽以后 血管自行收缩 这肌肉也开始蠕动生长 泉涌的鲜血呢 也就渐渐停歇了 蒙马战相依靠两颗心脏的强悍的本色 迅速的恢复了体力 虽然卧倒在地面上 长鼻呢却四处的卷卦着 周围的那些阿尔卑斯矮松 稀疏的灌木 雪下的枯枝半叶 尽数的被吞吃了进去 看样子 似乎只要是有机物 都能够给它补充到足够的营养 老胡健壮 似乎是实际成熟了 便将这MS型蚁类喷射剂取了出来 将麻醉枪端在了手上 小心翼翼的指向了 若无其事贪婪大嚼的蒙马战相 当这麻醉枪平端之后 蒙马巨战相忽然间转过头来 两只同龄似的大眼睛 瞪着老胡良久良久 最后又是长鼻子四处甩动 若无其事的转向了一旁 继续贪婪的吃起食物来 该生物对你的好感度为A级 该生物为合金弹头世界专属生物 符合喷射剂使用条件 若是尝试使用MS型蚁类喷射剂 对该生物进行永久控制的话 将会出现驯服的过程 驯服成功之后 被控制的生物将会成为奴仆 或者宠物 永久跟随 驯服失败也可以尝试对其进行饲养 请问你是否要耗费15万积分 100点潜能点来使用MS型蚁类喷射剂 老胡呢犹豫的回望了方林一眼 要知道15万积分100点潜能点 这可不是什么小数目 方林微微一笑 握拳是微微上扬了一下 而老胡呢也是握拳 虚扬了一下 扣动了麻醉枪的板机 KOF契约的公共空间当中 瞬间整整 15万积分就被扣除掉了 麻醉枪的针头 因为不带攻击性的缘故 所以很轻易的就扎入进了坚韧的橡皮里面 将里面的淡红色的药剂注射了进去 吃饱喝足的蒙马巨战像摇晃了几下 站起身来 这咚咚咚咚咚咚走到了老胡的身前 肩肠的象牙抵在了老胡的面前 这一双小眼睛瞪着老胡 这庞大的躯体矗立在了当场 梦魇印记很快就传来提示了 驯服过程出现 蒙马巨战像 要求你用肉体的力量 接受它的一塌之力 你不能还手 不能躲避 不能使用防具 阁挡 否则 驯服失败 我操 老胡看着蒙马巨战像 这眼中流露出来的得意之色 安自在心中痛骂呀 我操 这头无耻大象的蛮力何等巨大呀 双蹄扬起来 然后再重重踏下去的力道何等庞大呀 最重要的是只能受 只能防 不能进攻 不能躲避 若是被这家伙全力出脚踏到 只怕不死也得脱僧皮呀 奈何呀 老胡此时已经是骑虎难下了 花费了十五万积分一百点 且能点呢 这样巨额的代价 总不能连个考验都接不住 就直接走吧 所以硬着头皮 他就站到这大家伙的身前 双手架在头顶 慷慨激昂的说道 来到 蒙马巨战像 歪着个脑袋 俯身下去 不怀好意的打量了一下老胡 却是拿着鼻子对着那边的人点了点 看样子是在示意其他人都可以过来 这老胡一看之下 大喜呀 你这意思是说 我可以叫其他人来帮手 蒙马巨战像 蒙马巨战像的鼻子连点三下 方林已经知道他这意思了 立即叫道 他允许你找三个人帮忙 土风 老四 林孝 你们三个人一起上 这个大家伙应该是在报案放水了 老四 老胡 你们拿盾牌去试试看 果然 见到有人过来帮手 蒙马巨战像也没一点愤怒的意思 直到老胡老四将这盾牌拿出来 这才长鼻喷气 显然是有些不悦了 然后二话不说 一声长嘶 便羊蹄直接塌下来了 方林看到这立即皱眉了 这头该死的大象竟然用出了战争剑 他 若是蛮力比拼 林音秀加上老胡加上屠夫已经是足够了 何况还有一个钉子一般的老四在这 但是这个傻大块却是用出技能来了 而他们四个人却只能凭借肉体的力量去抵抗 无法闪避 那么这一下铁钉得吃大亏呀 蒙马巨战像这一脚践踏下来 四个人脚底下立即死之爆炸一般 喷发出了大片的雪尘 就连脚下所站立的地面也一起塌陷了下去 那种如狂风暴雨席卷而来的强大气劲 那是奔涌而来的 四个人立即是站立不稳飞跌了下去 不过都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只不过都有一些灰头土脸 有些狼狈 梦眼印记这时候传来信息 驯服失败 你们未能通过该生物的考验 蒙马巨战像是双眼微眯 乐滋滋的羊鼻子哼哧哼哧张嘴出气 看起来像是人类遇上了什么顺心事那么的开心 怎么就那么的开心呢 方林在心中暗骂这头家伙太过过分的奸诈 而现在啊此时又奈何 奈何不了他惹不起他只能忍了 却见着萎缩附在旁边指手画脚的不住的笔画的什么 顿时想起来了 哎对啊还是可以对他进行饲养的呀 正要老胡去尝试 但是与这蒙马巨战像啊商量一下咱们饲养是吧 沟通沟通嘛 方林这双眉一扬 唇角露出了一丝笑意来了 因为他忽然间发觉 此事啊有转机了 那件事的转机就在于那头小boss的身上 那头叫做血蛇的舔食者二行的小boss的身上 这家伙虽然被方林击退回到了冰窟当中 但是他捕猎了两头生化血人以后 已经借由生化血人体内厚厚脂肪与血肉啊 迅速的恢复了体力 这头小boss因为这寿命短暂 所以自身细胞的增值与修复的能力达到了一个极强的地步 他感应到了外面惊天动地的那一塔之后 以为方林一行人已经与着猛马战相也是敌退了 于是便暗中窃喜 准备是不动声色坐守着愚人之力 血蛇呢 虽然善于隐藏自己的身形 但是他先前毕竟被新元的炸弹所炸伤 流淌出来的透明血液是点点滴落 润雾无声 在冰面上溶解之后呢 凭借肉眼是很难分辨 不过却有了一股特殊的气味啊 飘散了出来 这气味虽然是淡薄吧 但是对于巴比这种可怕的变异恐龙来说 却能够很轻易地分辨出来 自然界当中以嗅觉著称的生物 在鼻子的下方都会生出一个叫做离鼻气的器官来 该器官是一个特殊的气味感知器官 动物通过气味判断对方的性别 天敌报警 猎物追踪等等等等 而人类的离鼻气已经退化了 这就为什么说很多动物拥有第六感 而人类所没有的原因之一了 巴比的每个头颅上面都升等了两个离鼻气 而他是双头 加起来就是四个离鼻气 因此他的气味感知能力 这强劲是可想而知的 血蛇虽然仅仅只是流淌出了那一滴透明的血液 但是却已经被巴比的嗅觉是牢牢地锁定住了 要知道这可不像是方林的精神力探测那样 很容易被干扰屏蔽的 巴比虽然不能够精确定位血蛇目前的位置 但是一旦血蛇接近百米之内 自然就可以清晰地感应到 巴比可不会似那些土狗一般 感觉到威胁就会疯狂地叫嚷 而是若无其事地悄悄地通知了自己的主人 方林乃是何等人物啊 根据巴比传来的信息 他仔细地将精神力凝聚起来搜索 很快就发觉了 血蛇已经击近到了洞口三十余米处 接下来就不动弹了 他立即就猜到了血蛇很可能误解了 自己这群人很可能要对猛马战相是图谋不轨 而这头无耻的剑像居然使用技能来耍赖 那方林就知道老胡他们肯定是接不下来了 于是便马上做出了应对的措施 那就是啊 逃 并且不仅仅要逃 还要逃得十分的狼狈 做出那种惨不忍睹 狼喷竹屠惶惶然入苍家之泉 极竟然似漏网之鱼一般 旁边人虽然不知道这是为何吧 但接下来那头剑像脚下留情的一塌之后 四个人都还是按照方林的意思 虽然只是有一些胸口憋闷头晕目眩 但是一恶之后纷纷故作痛楚的大叫 捂住手臂四散奔逃 口中叫道 哎呀好厉害呀快逃打不过呀 正在无耻奸笑的猛马战相 见到面前这群四散逃走的家伙 一哄而散 十分愕然呢 本来兴奋养起来的象鼻子也特的巴唧的一下子软下来了 就像是一个得意的古代侠客正在擂台上 是扬刀仰天长笑摆出了我最内海的pose啊 我最厉害的那些pose 下面这时候已经变得空无一人了 他摆了摆这硕大的脑袋 哎呀正自纳闷了 那自己方才下题不是真的太重了一些吧 又在考虑要不要去主动追赶这些气味相同的同类呢 但只是愣了一下 就见那几个比兔子逃得还快的家伙已经跑没眼了 蒙马战相 这扫兴的晃了晃硕的硕大的脑袋 扇了扇着菩萨大小的耳朵 随意的卷了两把松针的塞进嘴巴里 没听打采的咀嚼了几下 这大块头啊 说实话倒真的是生冷不济 似乎只要是植物就能塞进肚子里啊 是打吃一顿 然而就在这时候 蒙马战相的背脊上突然就生出了一股十分恐惧的海液 这就像是一头狡猾的老鼠被凶残的猫给丢上了 他猛之间回首就发觉眼前这林底间是空无一物啊 但这松软的雪地上面就凭空多出了一条阴柔清眠邪意的脚音 而且正迅速的向自己接近上 蒙马居然像这同龄大小的眼珠子立即瞪圆了 先前那种身体内部的主动脉被拉扯出来的打秋千的滋味 绝对不好受 何况他身上虽然是铜皮铁骨恢复力超强 克星也正是那种一点伤害代替面伤害的强制敌人 而这头蒙马站像这个大家伙呀 先前从这冰块里面恢复以后脑袋还是有一点嗅抖的 但是此时吃了东西了 加上受伤以后流血也就使得这头脑清醒了一些 他立即意识到了是那个天敌来了 马上惊得是浑身一抖 样的强强咚咚咚咚咚咚 转身就逃啊 不过这矿洞的出口却是位于这半山腰上 这坡度颇有些轻斜 正所谓上山荣也下山难 而蒙马站像都是生活在西伯利亚的冰原上 并非是山地的贫重 加上蒙马站像心中又是惊恐又是慌乱 顿时脚下一疼 哎 像是前提轰隆隆从山上滚下去了 若是没有见到人呢 还只怕以为这是引发了大型雪崩呢 那头血蛇的形式也可以说是百密一疏 他在冰窟里面行走啊习惯了 那儿都是坚硬的冰冷的冰面 自然就没有考虑到雪地的松软留下痕迹 因此本来是志在必得的偷袭呢 哎 一下子变成了一场追逐战 这倒也罢了 论速度啊 雪蛇铁定比这蒙马巨站像啊要快出许多许多 这站像在前面跑 他正好追赶着在后面暴局 这没想到这大吓唬啊 竟然连路都吓得走不好 直接滚下去了 这一路上更是弄成了一个庞大的雪球 就在这轰隆隆的翻滚声当中啊 雪蛇追击在后面 是有心出手攻击吧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爪子下去能抓什么地方啊 都成大雪球了 你这怎么抓呀 最有杀香力 能够穿透这橡皮的尾针呢 更是不敢刺出去 唯恐扎得伸了 自己被裹进雪球里去 这一下子就是让他这体重给压成肉饼了 不是吗 因此也只能是郁闷无底的跟在后面 赶紧跑吧追吧 心中想到 哎 你丫头总有滚下山去的时候吧 到时我再对付你 雪蛇呢 能想到滚式总有停歇的时候 那这一头萎缩战相 自然也能想到了 他在这头晕脑胀 翻滚当中呢 其实也是黄极飞场 知道 一旦滚到了下面去 自己只怕就是想重新 被冻进冰块里面都不成了 而这时候 忽然间有人传递了一道信息给他 这正是先前逃走的那几名同类了 蒙马居然向此时 只求不死 他已经是病急乱投医了 立即是一言而行 而他的一身怪力是何等巨大 略微的挪移便改变了滚动的方向 看看即将到山脚的时候 那道信息忽然间再次传递了过来 三秒以后将鼻子成三十度角 向左边用力的抽击 有多大劲 用多大劲 抽吧 蒙马居然想自知现在是生死一瞬 这根救命稻草是一定得抓住的 三秒以后 他旁那着身体滚出来的雪球 忽然间破裂 这哗啦一声 雪花飞扬间 这粗长的象鼻子 往人间甩着出去 给人的感觉 就好像是一根巨型的棒球棍 从旁边的树丛里面 忽然间就甩出了 十七八颗大小的坚硬的石头 正好就抛在了 这象鼻子抽击的路线上 这正是方林干过 只有他这变态的头脑 与计算方式 才能够将准确的石头的 折射路径给算出来 并且巧妙的配合好 这头猛马巨战像的象鼻子抽击 使着准确的打击到目标 啪啪啪啪啪 连声响起来 那七八颗坚硬的石头 被富有弹性的象鼻子抽中以后 其速度可以说 已经绝对不逊色于子弹了 再加上方林配合得极好啊 索取的角度又异常的刁钻 这血蛇哪里知道会有这么一出啊 仓促之间正要闪避呢 猛然间又觉得两道凶利无比的 若火焰燃烧的蓝色眼睛 深深刺进自己的心底 这顿时脑海里一片空白呆滞住 而这首诗 方林的精神冲击发动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